作品中是高雄柴山位于七曼的凤茶站 两个大茶筒被猕猴围绕 有着试图打开水龙头 下方超过十只猕猴 趴着吸地面上的水渍 这画面让山友看了折折春旗 猕猴连水都来抢了吗 我没有看过 有水池啊 有水桶啊 所以他们都有水喝啊 他不会去看那个水龙头啊 实际来到柴山上有凤茶筒的雅座 山友说这里的凤茶筒 没看过猕猴来抢水喝 因为一旁就有给动物专用的水槽 这是柴山的凤茶职工设置的 里面也有水 猕猴也都很习惯来雅座 喝这个专用水槽里的水 那水情现在比较警戒的状况下 其实猕猴对于水的来源 非常非常的匮乏 凤茶站里面的一些水 对他们来说 他们都会觉得说 那是一个我们现在可以取得水源的地方 一般来说猕猴从下雨积水 或是叶片露水摄取水源 但现在干旱无雨 柴山上的树林叶片也都掉光 变成干枯景象 猕猴才转而找到凤茶筒 来看看能否喝到水 因此才有这个奇观 猕猴抱茶筒 趴地填水喝的画面 也让人实质感到真的有够干旱 三星人连贯至古不仙高中报道 由于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